給點錢吧帥哥 你啊這錢你就學點什麼不好 學藥飯 老闆給點錢吧老闆 郭秘書去車上搬一箱礦泉水 順便拿一支筆下來好的白總 小姑娘你還年輕 做人要憑自己的本事賺錢 這樣比你其他來的更加踏實 小姑娘給我來瓶水 小婶子 白总你找我 公司情况你也知道 签了很多外债 银行贷款也下不来 你去把我车卖了 给员工把工资罚了 老板 这还卖车 把车钥匙拿过来 欠我钱 什么时候 等银行贷款下来 我就还你 先让他把车卖了 把员工工资嫌罚了 行不行不行 现在这个车归我 兄弟们什么值钱给我换 好 我看你们谁敢动 你谁呀 你家住海边要管这么宽 今天这个事我还真就管定了 还欠你们多少钱 300万 你能还得起吗 这张卡里有300万 拿着钱抓紧滚蛋 兄弟们走 走 你是白总还记得两元一瓶的矿泉水吗 哦 你原来就是那个小乞丐啊 你现在的皮肤怎么变得那么好 今天的事啊 非常感谢 实在不好意思 把你的脸弄脏了 没关系 我们工厂啊 就是生产蚕丝造的 一会儿不用这个洗一下就好了 这是一款羊奶蚕丝蛋白精华造 它打出的泡沫不仅温和细腻 并且还能拉丝 可以控油洁面 充满异菌清洁脸上的黑头和粉刺 就算是敏感肌和痘痘脸 都可以放心使用 这么好的产品 一定不便宜吧 不贵 如果屏幕前的你们也经常熬夜 不注意清洁 导致皮肤暗黄 戳油长痘 第一两侧 长满了黑头和粉刺 脸上有很多的痘印和满虫 就可以使用这款蚕丝造 来清洁你们的皮肤 平时卖29块91盒 现在商家搞活动 只要点击视频左下方 拍一盒 给你们发三盒 并且还包忧 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需要 就快来拍一单吧 嗯 效果确实不错 那你现在的生意 一定做得很大吧 从两元一瓶的矿泉水到现在 我通过一步又一步的累积 已经开了三家公司了 而这款蚕丝造 就是我们公司生产的产品 这里有五百万 我要投资你的公司 成为你的合伙人 这五百万投给你 我希望我能获得一份额外的利息 利息 你想要多少钱啊 一箱矿泉水 心若财 梦就财 人体之间还有真爱 你看我干啥呀 你走路不看到了 提早在哪放呢 你这不讲道理呢 我跟你讲 我讲什么道理 我讲道理呀 行了行了 都是我的错 下回走道注意点啊 不好意思啊 我说她卡在你 你跟她到什么去 没事走吧 王宝 辛苦你了 我们今天的合同呀 终于定下来了 今天晚上呀 我们一定好好庆祝一下 庆祝是庆祝 但是今天这个小子 你为什么给他道歉 这也不是你的性格啊 你怎么还不明白呀 我知道我们没有错 但是我还要给他道歉 这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 刚才那个 一看就是是非不分 不讲道理的家伙 我们如果继续跟他纠缠的话 肯定会打起来的 如果打赢了 咱俩现在在派出所 如果打输了 咱俩现在不是在医院躺着吗 那也不能惯着他冲毛病 大宝 你还不明白吗 咱俩的命比他值钱 咱俩的时间 更比他值钱 如果继续听你的 非要跟他分个青红皂白 分个对与错 那咱俩的合同 指定泡汤啊 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把李总得罪 因为我们迟到了呀 那你想想 谁的损失最大 不还是我们的损失最大吗 叫真儿的成本这么高 凭什么不认错呢 哦 好像是这个道理啊 大宝 我以前啊 也爱叫真儿 但是最近 我学到了一个词 叫幸福让步 幸福让步 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 不管是做人 还是做事 不要光看表面的对与错 而是要看谁的损失最大 所以啊 在我们生活中 心态一定要放宽 忍一时 风平浪静 退一步 海阔天空 多一点智慧 神经信我 神要我 哎 爸 你怎么来了 你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 我好去接你啊 爸从老家 把自己种的前菜给你拿点 爸 快进屋 我去买点肉 中午让瑞瑞给你炖肉吃 爸 爸就不进去了 你妈的老忙不要用饭了 医生说 必须度约治疗 可是 爸的钱也不够 你看能不能借给爸的钱 爸 这件事我大哥二哥知道吗 哎 你大哥刚盖了房子 他也没钱 你二哥 他也不当家 我实在是没办法 你看 爸 你在这等我一下 爸 按说我们做子女的 应该多拿一些 可是 这些钱你先拿着吧 先给我妈治病 爸心里明白 你也不容易 爸就先走了 你妈还在医院躺着呢 这点菜你就拿回去吧 爸这些菜你就拿回去吧 楼下超市什么都能买得着 还有 这件事情不要让瑞瑞知道 你先走吧 咻 你 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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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咱爸呢 哎老婆 你这是干嘛呀 你怎么知道爸来了 他回去了呀 什么 爸回去了 咱爸刚走 你瞧瞧你办的这些事 你再看看这些东西 哎这些菜我不是让爸拿回去了吗 咱妈生命了 我给他拿几百块钱 老公 爸送的不是蔬菜 而是富啊 千两黄金万两银 有钱难买父母恩 难道你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 老婆 我刚才都听到了 咱妈生病住院了 爸大老远的从乡下过来 你就给他拿了几百块钱 你太让我失望了 老婆 我就是气不过 凭什么大哥二哥就不管 就来找我们借 借 凭什么我们小的时候和父母要钱的时候就理直气壮的 他们现在和我们要钱的时候就成了借了呢 大哥二哥他们管管是他们的事 父母养我们小我们就应该养他们老 老公 我问你 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老婆 我错了 百善孝为先 我希望爱我的人不仅仅爱我 更要有一颗孝心 来老公 你拿着钱赶紧给爸送过去吧 你给要比我给好 老婆 可是这个钱是咱们这个月给员工发的工资呀 没事老公 给员工发工资的钱 我们再来想办法 只要父母身体健康 我们这些做子女的 即使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走老公 咱们一起去医院照顾妈 来白总里面请 哎老公你回来了 废话 我不回来去哪啊 来白总里面请 起开 来白总请坐 看不见来客人了吗 在那处着干嘛呢 还不赶紧倒水去 好的老公 白总 我们已经见过很多次了 我们公司的实力呢 你也清楚 我这次过来 把合同也带过来了 为的就是把这个事再确定一下 来 您看一下 白总请喝水 好嘞谢谢 李总 我认为你的创意不错 而且你们公司的实力雄厚 我认为我们可以合作了 啊真的吗白总 那太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把合同枪了吧 干什么的 每天吃我的喝我的唱我的用我的 这么点活都干不好 赶紧给我滚 不好意思啊白总 我家这个女人 每天成事不足 便是有余 让您讲笑 停停停 我认为 我们没有再谈下去的必要了 一个女人 离开她最熟悉的地方 为你生儿育女 为你照顾家庭 让你在工作的时候 没有后顾之忧 而你呢 算了 我们走 白总 总不能因为我老婆 把他们笑话也搞黄了吧 这个合同 我们没有必要再签了 白总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一个连老婆都不懂得尊重的人 更何况别人呢 就是 我们的项目 怎么可能交给一个 没有责任心的人呢 我再送你最后一句话 是女人 为衣服的男人 迟早让你裸奔 我们走 哎 有多少事 另外无人落 为多多地图 才会羡慕 别人的